为鼓励人们使用电动车 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加速扩大公共停车场的电动车充电网络 当局将在下个月展开大型招标 为人业者为2000座组屋停车场 安装12000个电动车充电站 在这项招标活动下 格标业者必须在每座被指定的组屋停车场 安装3到6个充电站 因此到了2025年 本地每一座组屋的停车场 将平均设有3到12个电动车的充电站 此外当局也将提升My Transport手机应用程序 整合全岛200多个地点的800多个充电站 并且附上充电收费、电力和插头规格等资讯 方便电动车使用者找到最近和最适合的充电站